第四季的水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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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再看一次 第一個,水分控制好 你要把它調勻 然後筆筋 去調你要的末 是龍是彈 是都可以 如果你是畫很厚重的雲,你就會比較黑 但是最黑是後來再補 剛剛講的,下筆輕 像這個 它就沒有辦法,就不會有水分 我現在是連形狀把它一起畫出來 這裡會有一個,以結構上來講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前大後小 我是習慣從中間開始畫 那也就是說你畫後面要越小 就是那個間距要越小 對對對 因為透視上來講 遠的會變小 你看它半環就沒有剛才那個水分問題了 如果你畫黑,雲就比較黑 如果畫像這樣比較淡,雲就比較淡 先把手先熟練 這個形狀慢慢來 沒關係 那個 好像沒有那麼快 因為它不會暈 我就不急著把它 所謂的 我們叫第二道動作把它洗開 來 講究脈絡就是雲過來 它會有 一個走動的 一個走動的 有通的概念 對對 一個圈圈一個圈圈 跟水一樣,雲水煙霧 它都會有一個脈絡 然後 後面就越來越小了 小就是比較密 就像樓梯 看鐵軌的概念一樣 這是基本透視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盡量兩邊都不要太雷同 因為雷同就是在相同空間 所以兩邊可能還是會有所謂的虛實 先用半環化熟練以後再用 深圈 比較不會有太大挫折感 你看剛才那個水就很會暈 下筆很輕 然後快速 往下壓停止 這個一定要練習 我用左手 我就沒辦法畫了 所以右手一定畫得比我左手還好 遠一點的 甚至變短 有一點像海浪 所以我們講說 雲海雲海 其實這個地方會最像雲海 最像海 它已經分不清楚 我們講所謂的脈絡上 這是一整片的 會這樣子畫 那也就是說到這裡快速把它推遠 那也就是說到這裡快速把它推遠 如果你是橫的 我就是直接這樣 就會很快 半環比較沒有這個水紋 如果是這個的話 你一筆兩筆 它就會有水紋 就比較 比較不好 喂 老師請問還有停車位嗎 沒有耶 沒有啦 沒關係我再去找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好了 比如說先畫這樣子 然後 就要把上面的 有一點打濕 打濕是實 我們在做漸層的時候 如果有人緩子 他也不用打濕的話 甚至於說我是用淡墨有沒有 在補上面 也可以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 生鮮就一定要 所以我現在有點把它打濕 又有點尖 有點淡墨 其實是打濕啦 照講方法上是把它打濕 不然 不然你到YouTube看就好 YouTube我都有 都有 都有放 YouTube就沒有 沒有分段 嗯 因為LINE他只能六七分鐘還可以 有時候太長就不行 好 第二個階段 對不對 打濕 這後面比較複雜 你可以畫前面先練習那個大塊面一點就可以 可能畫稿拿的沒有這麼複雜 打濕的對不對 後面的 甚至後面的你不用也沒關係 後面可能我只要做 再做一個漸層就好 另外一個你看 如果把這裡稍微 稍微染 整個染暗它就凹下去喔 這樣整個這個染暗 你會覺得說這個是前面 這塊是前面 這個是後面 所以這個是快速把它推 因為這裡暗 它就凹下去 我們講叫前亮後暗 然後你上面齁 一樣 如果我要做漸層就是 淡墨再延伸出去 我先把這裡都處理好好的 所以這個是 第三嘛 第一畫好 第二打濕 第三做漸層 第四就是我覺得你要再 更黑更凹進去的地方 再去補黑 這代表這裡沒有暈 它是凹下去 光線照不到 所以它就會變暗 你去看實際上的照片 也就是 看實際上的雲海 就是這個樣 只是我們在畫畫來講 我把它畫黑 它就凹下去 這樣做飛距有時候 整個雲海中間是一個黑的 甚至可以看到底下的城市 另外一個 前亮後暗 就是說如果這裡比較亮 它會感覺在前面 比較黑 它就會在畫面 這個更黑 就是會更深進去 因為這是後面的話 比較密 如果前面就是會慢慢變大 好來 再複習一次 你看 一樣 下比輕 收比重 就是你快速停頓 前面就沒有這麼複雜了 因為前面要畫大一點 好 再去調好 更高階就是這個量還會有零暗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 你現在是畫 畫一顆 比如說我現在畫一顆雞蛋 那你後面是暗的 好 那其實它這裡還是會有點陰暗面 也就是說它光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所以你要畫得更 更生動一點的時候 就是 它的白不是完全在這裡 會完全在這裡 是因為 春逆光就會 好 日出的逆光 太陽出來 這個地方一定是最白 因為它最上面是被陽光照到 好 那個就是取決光線的問題 光線來源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可能這裡還會有點淡漠 所以它就不是這裡是最白的 這裡最白在這裡 這個會更複雜 先不要看那麼多 沒關係 你們先把 這個先練習出來就好 就是說 我現在下比輕 收比重 把它攔錯 那雲只是複雜不複雜而已 如果說不複雜就這樣一道 對不對 這樣子一道 也有雲是這樣子的 不複雜的雲 或者是那個 山藍 層霧 早上日月潭上面一條 橫橫的那個 薄薄的一層霧 那雲跟霧其實都是水 水形成的 是厚跟薄而已 那會不會 動不動是風的關係 氣溜的關係 氣溜的關係 第二道了對不對 第二道以後你再把 你覺得不夠的 記得就是說 你是在這個 水跟 紙張的 墨跟水的中間 這裡加起來 你不能加超過 你看你這樣一超過以後 它這裡就會有水紋 但是 半環的紙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第2 第3 然後你覺得 哪邊要再重 我們講就是所謂的 第10 那這裡叫前亮後暗 就是說這個雲 會比後面這個白 它才會在前面 那如果說 我把這裡畫得很黑 它就是凹下去的 這就是凹下去了 那整體來講 這一道還是在這個前面 那你後面越來越小 就會在越後面 所以都是一點點墨就好 再來 這個距離越來越大 以透視邏輯是這樣子的 整體來講 一定是前面大後面小 那細節問題就不一定了 可能在這裡雲層的變化 會有一些變比較密 那個就是不一定 但整體上 這個都是一定會比較大 那比輕 怎麼比重 我要畫大一點就是 因為半環子比較好這樣畫 如果你是生鮮 它這裡就會形成水紋 這個第一道對不對 一個道 一間 三一點點 水 打濕 來 打濕是第二對不對 好 第三就是水跟墨的中間做漸層 就是用淡墨一樣的方法再 再畫一次下來 所以第一道跟第三道的那個顏色 其實可以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這裡有個問題就是說 你紙張 你一樣的墨 你看我現在一樣的墨 我畫在這裡 這裡比較濃這裡會變淡 因為已經打水了 對所以打濕以後墨是會變淡 而且甚至會變灰 所以如果你的水分太多 甚至會變髒掉 但是半環的紙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生鮮的話 你紙張太濕 墨吃不下去 它就會髒掉 它等於說那墨會在那個 鮮紙的表面 它不會吸進去 但是它只要會吸水的狀況下 墨就不會髒 所以這則是要控制水分的問題 好 你今天再調好 再做出漸層這樣 這個也是 所以如果你要做到很精緻 很精緻 就像我剛才給你看第一個那個 就跟照片一模一樣的那種 好那個就是你這個 寫實能力要更強 不過這個也是都要練習 我以前 我們以前不會畫這樣的雲 你會發現很多老師畫雲 都很簡單 就是比較簡單符號 我不會像真正磁井看到的那樣 就是它比較沒有那麼寫實 那時候我們上那個 他都是叫我們先打屍再上 但是打 但是打 大部分人都打屍 但是打屍 你就要挑紙張啦 你如果生鮮打屍很容易髒掉 很多打屍啊 像孝敬心也是打 也都會用打屍的 好像羅老師跟蘇老師沒有打屍 老一輩的比較沒有 沒有把它打屍 因為不打屍就 就技巧上要比較 比較熟練一點 打屍跟不打屍 它之間有什麼差別 打屍莫容易髒 嗯 然後它不會 雲層不會這麼白這麼亮 你去看就知道打屍畫的 除非它的紙張 如果你生鮮的話 生鮮的話你如果打屍 就會真的會很容易髒掉 這樣子 你前面也可以不用畫 沒關係 如果說話就是這樣 我發現有的錄影是看不到 到底看得到 看不到 這邊就是更大一點 效果打屍不打屍 效果會不一樣 但打屍就是需要技巧 要多練習 就這樣講大部分現在都打屍比較多 等一下試一下打屍跟不打屍那種 結果就這樣 因為你看它打屍以後線條是模糊的 有沒有 那我們直接畫線條是清楚 所以打屍以後它線條就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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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至於說這兩邊加暗 哪邊加量 哪邊加量什麼 這個就是 那個 我們講叫做造型人力問題 就是你如果熟練一點 你就知道雲要怎麼畫 但是 學東西就是方法要先知道 好 好好吃 蜘蛛 谷蛛 鑊 打屍 打屍